就是一个新的品种叫粉红魅力 它的颜色就是小美人鱼的那个鲑鱼粉色 而且它会开出来很大概率的虫瓣花 你看夏天它在复花了 超级可爱 像不像戒指 然后这个品种的话 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整个夏天的月下表现还可以 就是现在刚刚进入高温 它还没有出现大量叶子枯雕的情况 就这种的话 其实在二类铁线里面还是比较少见一点的 很少会有这个叶片这么绿油油的 而且会自主的去复花 如果这个品种出现了 就是叶片有胶枯的这种情况 千万不要慌啊 因为有些品种它可能叶片就是不耐受高温 但是不一定是枯萎病 不要因为出现那个枯掉的叶片 马上就很紧张开始修剪枝条 卡卡卡卡卡一直剪下去 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 即使是出现枯萎病也没事的 就是你可以去把叶片摘了 整体去喷砂军剂 定期去预防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枝条一定要保留好 千万不能修剪 本来铁线连会有好几道屏障去抵御高温的 结果你给它一剪霉了 这样的话它直接用一个非常脆弱 而且有爆发能力的跟进去对抗高温的话 就很容易嘎掉 再到秋天的时候 天气凉快下来的时候 可以去把那个胶库的叶片露光 然后它节点处会发心的枝条 这点这点非常的关键 非常棒的一个品种 大家记住它 粉红魅力 关注我们一起种小铁吧 谢谢大家